再讲接下来的这一则需要大家在路上多加警惕的新闻之前 必须先给大家看一段相当恐怖的案发影片 那这条影片很短释发过程的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 但真的是让人看了都会头皮发麻的 来看一下 那在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远处是有两辆摩托 看起来像是并行在路上 但是下一秒却是其中一名车主的包包被绝夺 整个人你看连人带车摔在大马路上翻滚 然后我们从慢动作再看一次 匪徒当时是故意靠近受害者 然后几乎不到一秒 他就从受害者的肩膀上抢走了背着的包包 然后背墙的车主你看失控的摔落到地面上 摩擦到地面 然后翻滚了至少三圈 才整个人傻眼的坐在地上 但是那名匪徒他就开着摩托逃之夭夭了 整段不到十秒的掠夺画面 正正的被后方车子的行车记录器清楚的拍了下来 在网络上现在是疯传 那各位只要稍微冷静的来想一下 如果事发当时大家想想 后方刚好有辆开得很快的车 或者说有辆大罗里 恐怕今天的新闻就不只是在谈绝夺案了 难看到这样还不够可怕吗 现在的抢劫犯已经不是说停下来抢了 是连骑着摩托都在路上跑 他也可以隔空一手抢了 别人的包包就直接跑了 那么根据受害者的家属在贴文当中形容 这起绝夺案是发生在过去的星期一 大约早上九点左右 地点是在雪州巴生的班达马兰 家属说看到自己的妹妹被抢劫之后 整个人重摔在地面上还翻滚 实在让他看了非常心痛 那影片的文字内容就提到说 受害者的摩托骑士 当时骑车背着的包包里头 有一台智能手机 有现金 钱包 身份证 还有银行卡等等 宣布在不到三秒里头就被抢走了 家属还说那名匪徒 他应该是埋伏想要干案很久了 竟然是先用塑料袋 把他的摩托车牌号码包起来 才骑车上路干案的 早就密谋好 让人不会拍到 那只要拍不到他的车牌 就抓不到他的人了 匪徒是跑了 但是受害的女骑士可就惨了 不止包包跟财务被抢 全身上下都被马路磨破 劈开肉绽 鲜血直流 而且你看连耐磨的牛仔裤 都被磨破了一个大洞 可想而知当时那个力度是有多大 你看了怎么可能不心痛呢 那其实看完这段影片之后 网上有很多人都留言 希望受害的女骑士可以早日康复 同时有不少网民提醒女骑士 在马路上骑摩托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包包放在显眼的地方 这绝对不是落井下石 不是马后炮 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大马情况 最好还是不要让财务太显眼了 所以就有人建议骑车的时候 包包应该要放进摩托的置物栏 或者说掀盖的置物箱里头 如果有戴外套的话那就更好 最好就是用你的外套盖住包包 感谢观看